一个出生江南的画家 却对西北的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六十年 他画的几乎都是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人 很多次的春节 不在家里却要去摇动过年 现在刘文熙年事已高 只要去黄土高原上写生 依然充满活力 本期乡土 通过画家刘文熙的一次外出活动 看他对黄土地的依恋 你好观点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本来目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提到刘文熙 就不能不提到正在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上毛泽东的画像 刘文熙就是毛泽东画像的作者 刘文熙是一个画家 他画了很多当年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的画 同时他也画了很多黄土高原上的老百姓 几乎每年刘文熙都要去黄土高原 包括去延安写生 今年春节本来计划和往年一样 去窑洞里过年 可生病了就没去城 到了暖和的季节 病好了就马上启程去写生 我们乡土栏目社之组跟随拍摄了这次活动 2017年5月的一天 西安古城到处都是郁郁葱葱 已经是初夏的景象了 在大雁塔附近的一个地方 见到了著名的画家刘文熙老先生 刘文熙是正在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上毛泽东画像的作者 把你的感情在纸面上用形象描写出来 输到毛泽东的形象 这个是要多层次的去体会的 你对毛主席各种角度各种形象 我虽然没见过 但是有各种资料 这个资料要反复研究了 怎么样能画像的 毛泽东的这个画像是刘文熙1997年画的 画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 在刘文熙20多岁的时候 他就画出了毛主席与牧羊人 这毛主席牧羊人24岁开始画 一直画到62年 这个表现的主要是主席关心老百姓对吧 主席有些散步 看到主席的散步看到母羊人 看到母羊人 他经常在眼后别散步 那母羊人来了聊天 毛主席当年看到了这幅画 并且称赞说 文熙画我很像 他是一位青年画家 毛主席的画给了他鼓舞 这之后刘文熙就画了很多 毛主席当年在延安的画 同时也画了很多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群众 我是喜欢山北 因为我在浙江美院 五七年还没毕业 我本来就非常希望到延安去 毛主席当年在延安 很多很多革命故事 很多黄土地的人民 这个去了以后呢 我五七年就去了 感觉到这个山北的黄土地啊 很有特点 山北的农民很有特点 他和其他地区不一样 那个形象感觉特别好 刘文熙是浙江省盛州人 他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 因为喜欢黄土地 向往延安 就分到了西安美术学院 和他一起来西安的 还有他的夫人陈光健 我们是同学 而且我们的理想和志向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很支持他的艺术创作 一辈子就是以画为自己的 一个精神上的资助 如果他不叫他画画 他就会生病 只有他画起画来 生去他有病 把他的病痛也会压下去 所以他画画几乎是个画痴 陈光健教授也是一位画家 他的画与刘文熙先生的风格 稍有不同 他以女性特有的视角 画得更加细腻 我对儿童和母亲 有种特有情有 独钟 一种观爱 所以三百孩子呢 非常健康活泼 脸带都是红扑扑的 非常健康 所以我由衷地 从里面选择一些 可爱的孩子画 所以我画的题材 一般都是父女 儿童为多 陈光健教授除了教学和画画 平时还要照顾刘文熙先生的生活 生活上它很简单 只要吃它可口的东西 不是很挑剔的 刘文熙先生喜欢出去写生 喜欢去陕北 喜欢黄土地 喜欢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农民 尤其是过年 基本上都是在陕北的窑洞过的 他去过多少次陕北 可能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过年就是一块做的抗浪 吃饺子 包饺子 很有生活味 所以群众的生活 它是天变万化的 很多丰富的生活 也化不完 在生活中就锻炼了 向人民群众学习他们的生活 他从南方浙江来到这儿 来到这儿突然跟非常阳刚的性格碰撞在一起 这块土地的农民越接触越觉得他们 那么穷苦的生存环境 但是那么刚毅 贡献了那么多 他会慢慢地就转化为自己 对于这个群体的敬佩 慢慢地就跟他揉为一体 了解了他们 了解这些人可能长得并不那么漂亮 可能生活条件 衣服也穿得不那么好 但是每一个人内心都有非常美好的内心世界 唱出来的名歌都是那么美丽 生命的抒发都是那么的豪放 他就慢慢地爱上了这个群体 一旦爱上责任就变成了内心的要求 因此他每年都去 他的确是60年来年年跑陕北 2017年春节期间 刘温熙本来要像往年一样去陕北过年 体验当地的民俗 可是生病住院了就没有去城 到了5月份身体感觉好了 就离开西安去黄土高原写生 从西安出发 往西北方向大约260公里 就到了黄土高原上的董志园 他看到路边地里长出了玉米苗 马上停下来写生 刘温熙先生今年84岁 行动不是太方便 外出写生需要有人帮助 但是只要他拿起笔 依然充满活力 这个地方叫董志园 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在甘肃省庆阳市的西风区 园是指黄土高原上 比较平坦而完整的土地 画家写生也叫速写 就是把所看见的记录下来 作为创作的素材 刘温熙先生的视角 始终没有离开过黄土地 和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 据说刘温熙先生的速写 有三四万章 他那些有名的话 就是靠记录生活中的点滴 而塑造出来的 他是把这个对老百姓的感情 侵入到他整个审美过程的 始终 刘温熙的话 给陕北高原的农民的造型 为中国当代美术提供了 崭新的原型和符号 他这个祖孙四代 你看到那个 从爷爷到孙子那种 那种窥梧 刚强 伟岸 组成一座山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他对农民了解的 很深入的结果 因为陕北地区是一个农牧文明交汇的地方 他不但有着农业文明区的那种农民的勤劳 而且有着游牧地区农民的这种旷达和豪放 他把这两个东西组构到他的形象造型中间去 所以他这个恶骨都是 不是折现式的恶骨 不是那种美人式的那种 奸下吧 那么他造型有他的独创性 他那种农民 祖孙几代农民 前赴后继在这块土地上 耕耘的命运 是在中国当代美术造型中间是非常独特的 祖孙四代也是深入生活得来的 这幅画是刘文汐先生1962年画的 当年他还不到30岁 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前一天他在家里也提到了这幅画的创作过程 这个形象就是二德里夫那个老红军的形象 但是也是农民 也是农民 这个是三倍老一倍的那种感觉 都要都要把这个典型画 人物是要几百个里边选择一个典型的形象 他才感动人 现在刘文汐先生出去采风 很少去群众家里了 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 身体有多种疾病 去老百姓家里不方便 怕给人家添麻烦 当年他从20多岁开始 就经常在黄土高原上跑 好多时间都吃住在老百姓的家里 一边画画一起劳动 很多了解以后才知道 哎呀 劳动人民伟大 我从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以前在学生阶段 就集超很多老百姓 假期都要到老百姓跟前去 所以就自己要当农民 自己去劳动 为啥我们会来爱劳动人民 因为你当了劳动人民 你才知道劳动人民是伟大的 为啥伟大的 人家都吃了很多苦 做了很多牺牲 做了很多贡献 和群众在一起 用心体验 所以就画出了很多 反映农民精神面貌的画 我看你这幅画这是四个姑娘 三姑娘 三头的三 就是三里的姑娘 休息 在收割的时候休息 休息 等于说你把这一个瞬间 就跟它抓下来了 这就是表现了他们的勤劳 对 我看还比较安美了 你看衣服还是有点花的 这是人的一种生活趣味 陕北黄土地上的老百姓 是刘温熙先生绘画的对象 陕北的民间艺术 也丰富了他绘画的内容 我看这个 你看这个跳舞 打陕北的妖骨 好有力量 这是我看过多少次 唱这个老妖骨 也是典型化了 这个是其中 就有一个是这样了 他们很快乐 农民啊 性格特别好 他是很欢乐的 很风趣的 陕北人的豪放 多情 又在他的陕北女性农民的身上 形象身上体现出来 他的陕北娃娃 陕北姑娘 就像陕北民歌呀 你可以看到那种豪放 人性人情的释放 那么再进一步 他要落实到笔墨 他是线条非常粗 粗重的线条 和反差特别鲜明的色彩 构成了刘温熙 人物画的一个特点 他不像古代式女画 那很细的线条 很柔弱的 他都是折线式的 很粗的 粗黑的那种线条 现在刘温熙先生写生 握笔的手 已经有些颤抖 画板拿的时间长了 也会感到累 需要有人帮他 原来一幅速写 可能只要半小时 现在得要两小时左右 才能完成 这次刘温熙先生 从西安到甘肃省的庆阳市 除了写生 还要参加一个书画展 他有几幅作品也参展了 这幅画的是毛主席 和陕北军民在一起 这一幅画的是陕北娃娃 红红的脸蛋特别可爱 这一幅画的是他的老师 潘天寿先生 李温熙院长是 现在在中国画坛 人物画创作方面 我们国家一个非常 有代表性的范例 他的先生 就是我们国家著名的 中国画巨匠潘天寿先生 他从浙江美术学院 分到西安美术学院以后 对这片神奇 富有感染力的土地 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他的笔墨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不像过去南方画的那么润 跟北方的这种粗犷 简朴 执着 直接的关联 他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生活本来面目 反映了他的画面 所以这就形成了刘文学院长 现在的艺术风格 他对黄土地的理解 充分的体现在他画面的任何一个部位 包括人物形象 包括人物的服饰 甚至包括人物的手 你都可以仔细看看那个手 他就认为手和形象 是他最具有代表性 黄土地真实反映的一个最重要的部位 所以他把他的对黄土的理解 深刻的刻画在他的形象上 刘文西先生画的内容几乎没有离开过黄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他当过西安美术学院的院长 他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当地一批画家 这些画家被称为黄土画派 这位叫郭泉忠 是刘文西先生的学生 那么现在黄土画派 说到底 也可以说是以刘文西为代表的 这些陕西的 或者是北方的 或者就是这类画家 形成这些 这种一个画派 刘老师有这个体法 要熟悉群众 就是特别注重和人民的关系 要熟悉人民 那都要重写实 就是不要搞怪马戏这些东西 这个是就是还要重传统 还要重创新 这是他大概都是意思的 这是郭泉忠先生的作品 题材和刘文西先生的差不多 都是取材于黄土地 但是绘画技法上还是有区别的 刘文西先生的话更写实 郭泉忠先生的话 就稍微抽象一些 我们这个年龄都是七老八十了 我们都是生在农村 但是我对农村充满了 周围的农民 和我的父母没有什么区别 我爱他们 但是爱的是 就是爱我自己一样的爱他 你看 它都是农村孩子们的日常的一种 吃个饭 今天叫庭圆小区 农村中间常见的东西 我个人的艺术理念 还要从写诗中间走出来 走到像写一角度走 充分发挥中和鼻默的表现力 这是刘文西儿子刘丹的画 在父亲的影响下 刘丹的绘画风格 也具有黄土画派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造型是现实的 人物是刻画的 那么当然各有个人 对话的理解方式 但是总是表现方法上是一致 到生活中去 表现人民 表现形象 用形象来说 这个是一致 要想累不 还是有点累 您看的花好不好 刘文西先生白天参加活动 感到很累 晚上有笔会 他又精神了 只要拿起画笔 他就不知道疲倦 这一次笔会 他画的是黄土地上的老人 像这样的老人 刘文西先生画过很多 前两天在西安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画人物的感受 在山北很多老人 但是为啥这个人 背着这个表情 这个形象 为啥这样 有压力 但是能承担起 是不是 那个 刘老师您看我理解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人那么多的皱纹 就证明他那个精力 特别丰富 是不是 山北就是这样 他很苍老 但是很苍老 生活压力很大 但是他的很坚毅 很刚强 他的嘴唇 他的眼睛是不是 都表现了他那种很坚毅 很刚强的那种性格 对 我觉得刘文西在中国当代 画农村 画农民的这个题材的画家里边 他是一座高峰 农民在他的心里是很高大的 他是真正的在内心跟农民画为一体 所以他知道农民内心那种强悍 刚强 吃苦耐劳 百折不劳 这些优秀的品质都在这块主题上养育的 这一点我觉得刘文西是有功劳的 那他真正的画出了骨子里的中国农民 当然他通过山北农民来表现 画出了骨子里的土地精神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容易 应该说是一座高峰吧 刘文西这次出来采风 要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就职南梁看看 南梁位于甘肃华池县和陕西志丹县之间 是革命老区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刘文西有一幅巨型国画电机礼 表现的就是当年的情形 那幅画的原作收藏在中国美术馆 南梁纪念馆收藏的是复印件 刘文西先生很认真的在画上提字盖印 六十年来 刘文西先生除了画黄土地以及陕北的老百姓 也画了不少革命历史题材的画 画毛主席特别多 据说他为了深入生活 毛主席当年在陕北住过的地方他都去过 刘文西先生到了南梁 他又拿出了画板画素写 他要把南梁给他的印象记录下来 作为他创作的素材 和他一起采封的黄土派画家也跟他一起写生 这些画家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 刘文西先生在西安美术学院工作了一辈子 还当过院长 好多画家受他的影响 以黄土地和陕北的农民为绘画的对象 早在十多年前 在刘文西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黄土画派研究院 专门探讨如何画好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人 那么在刘文西先生的心中 黄土画派的风格究竟是什么呢 刘文西先生在南梁的写生结束以后 他要回西安了 路过延安市的洛川县 他看到地里的白色地模 他又停了下来拿起了画笔 他特别关心农民种的庄稼 傍晚天比较凉了 他也累了 田边土地也不平整 刘文西先生画素写的时候 有助手帮他扶着椅子 有时还要帮他拿着画板 画笔也有些颤抖 我看您看到这个地里面的庄稼 您就特别高兴啊 你那时候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地模覆盖技术 没有没有 这是现在才弄的 接近几年才 原来它保暖嘛 保温的 保温的 保水 保温保水 对啊 上面都干旱嘛 哦 这边干旱 那我倒来了 我手已经得了 手已经得了 手已经得了 就不行了 手包不了 有一点冷了 把我手包不了了 哦 这就像是故意是这样一样 无能痕嘛 哦 像我下雨留下的那个 嗯嗯 水一样不停 嗯 刘文希先生画好了速写 继续赶路 饿了 他就在路边小店 简单吃了一点东西 一碗馄饨 一个肉夹馍 就是一顿晚餐 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却对绘画特别执着 六十年来始终坚持到黄土高原到农村去 画出他心目中完美的艺术形象 刘文希出生在江南 但是陕北的黄土地改变了他 他的艺术灵感都来源于生活 他的人也像他的画一样 与黄土地血脉相恋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 是什么让他们期待已久 我们已经探讨二十多年了 这事但是始终解救不了 是什么让他们始终如一 明天就是四十二周年 岁月如歌不忘初心 乡土帮助飞夷传承人 搭起实现梦想的桥梁 敬请收看下期乡土 活泰飞夷 不能遗忘的五强年画